一花以世界,一夜已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罗曼·罗兰说 人生是艰苦的 不甘于平云无俗的人 莫把烦恼放在心上 免得白了少年头 莫把烦恼放在心上 免得未老先丧生 人的一切烦恼都是自找的 正所谓人生本没有什么意义 生活中对什么人产生了什么样的看法 在于内心的选择 面对什么事情产生什么样的情绪 也在于内心的选择 内心世界的动态并不是别人所决定的 而在于怎么看自己 怎么想怎么做 烦恼与坦然便会因为内心的选择不同 自然发生 北大才女刘圆圆在视频中有这样的观点 其实每个人的这一辈子都是已经注定好了的 无论你是否情愿 只有一个固定的终点 既然生活中所有的遭遇的一切 最终只会灰飞湮灭 成为历史中的尘埃 何不在还活着的时候过得顺心一点 少给自己添堵 以学会转念 少给自己添堵 有的时候 不快乐并不是事情本身如此 而是思想进入了一个执拗的角落 以至于只能够看到不利的一面 看不到有利的方向 有个老太太总是莫名其妙地哭泣 有一位智慧的人看到了就问她为什么 老太太说 觉得她的两个女儿生活得不如意 大女儿嫁给了卖雨伞的 小女儿嫁给了卖草帽的 下雨的时候 担心小女儿的生意不好赚不到钱 天气熄老的时候 又担心大女儿的雨伞卖不出去 生活维持不住 智者听到后不禁哈哈大笑 让老太太换了个角度想一想 雨天的时候 大女儿的雨伞卖得好 能够赚到不少的钱 晴天的时候 小女儿的草帽卖得好 同样也可以赚到不少的钱 按照这种思路 老太太的大女儿和小女儿 嫁得都很不错 听了智者的一番分析 老太太觉得果然如此 便转忧为喜 从此再也不哭了 我们作为一介凡夫 烦恼基本上都是如影随形的存在 在我们尚未达到真正的清净心时 学会转念是解脱烦恼的最有效手段 人生有个苦难守恒定律 是人生的基本属性 人这辈子吃苦的总量是恒定的 不会凭空消失 也不会无缘无故的产生 它会从一个阶段转移到另外一个阶段 或者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 每个人每个阶段都会有相应的难题 如果你越是选择现在逃避它 那么越不得不在 未来牺牲更大的代价对付它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有钱就不苦了 只不过是苦的形式不同罢了 人嫌富贵 人后受罪 享福与受罪这两者一定会是平衡的 这是自然规律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所以啊 保持一个平常心 平平淡淡才是真 这个真不是什么鸡汤 是真理 这就是人生真相 既然痛苦是逃脱不了的 那么直面它才能超越它 学习松柏精神 松柏之质 精霜有貌 对于温室里的花朵来说 痛苦是可能灭顶之灾 但对于松柏来说 痛苦有可能是莫大的财富 虽然说起来很悲壮 但其实苦乐无非就是两种不同的感觉而已 感觉有心声也有心灭 都不会长久 因为它本质就是虚幻 不识的 无非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有苦比有乐 两者是相反相成 相对统一的整体 所以苦尽甘来 乐即生悲 平常心超越苦乐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并非麻木 是一种洞察事物本质的智慧 不被表象迷惑而已 比如 我们看到网上有人秀恩爱 立马生起嫉妒心 苦的感受就生起来 然后听说他们闹分手了 又生起乐的感受 这就是我们的认知障碍带来的 被外在的事物表象迷惑 而被牵着鼻子走 我们执着于美貌 然而他带来好处时 也隐藏着坏处 美貌容易引起犯罪 美貌让人忽略内裁 所以有了红颜祸水 红颜薄命 功成名就时 不值得沾沾自喜 因为物极必反 必往下去 所以选择功成身退的人 是智者 身陷低谷也不必悲观 绝处意味着风生 只要你不放弃 黑暗必将迎来黎明的曙光 朋友葛桑曾深陷低谷 在家啃老多年 父母一都认为 他这辈子算是废了 结果后来时机成熟 迎来人生逆袭 买房买车 娶妻生子 基本没让家里操心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苦就没有了 葛桑的父母之前 苦于孩子的没出息 没钱 没结婚生子 等这一切都有了之后 婆媳矛盾 带孙子的劳累 让父母欲苦无泪 葛桑的苦更加通透 每个月还按揭款 就是一大笔之处 还有养小孩等等 各种家庭琐碎 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 总而言之 苦乐一体 祸福相依 享福的时候 不要太忘乎所以 要知道 享福是消福 它并非是永恒的 所以那些有智慧的富人 选择低调朴素的生活 付出爱心帮助他人 那么他们福报长久 吃苦是疗苦 高高兴兴地接受 因为苦尽才能赶来 学会转念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全在自己的掌握中 二 懂得乐观 少给自己添毒 天有不色风云 人有旦夕 祸福 从来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 哪个会先来 遭新的事情 和快乐的事情 发生的先后顺序 很容易引导我们的心情 既然没有办法 掌控外界环境的变化 不如从自我 内在探索 当觉得生活中 有不如意事情的时候 将乐观的信念 注入到灵魂深处 这样便可以减少烦恼 不给自己添毒 有个成语叫塞翁失马 胭脂非福 讲的是有个老翁 丢了一匹马 大家都在为老翁惋惜的时候 老翁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丢了马不一定是件坏事 没过多久 丢掉的那匹马 居然主动找回来了 身后还跟着一匹 带回来的野马 不仅没有失去 还赚了 没想到 老翁的儿子 骑野马的时候 从马背上掉下来 摔断了腿 大家又惋惜不已 老翁却认为 不是什么坏事 说不定会有别的好运 不久 战场上需要年轻人入伍 村里的逝林青年 不管是否情愿 都被争走了 老翁的儿子 因为摔断了腿 留在村子里 乐观的人 总能够从不利于 自己的外界环境中 找到自我安慰的方式 这种自我安慰 并不是勉强自己接受 而是从内心深处 真正地接受 生活给予的现状 并且可以真正地做到 想开 不勉强自我 乐观的人 可以总是让自己 处于开心的状态 心情舒畅了 自然就不会给自己 过多的添堵了 三 人活着 靠自己才能快乐 每个人都有 自己要面对的人生 可提 想要收获真正的快乐 就要明白 这个道理 并且可以真正地做到 不在别人的身上 有过高的期待 尊重别人的人生 可提 认真完善自己 需要做的事情 收获快乐 便不再是难事 人活着会遇到 形形色色的人 也会经历 形形色色的事情 遇见的人和事 其实都是在教会一个人 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 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每种经历 都是一场学习 都是用时间交换 得到的宝藏 不得不承认 也正是经历的人和事 总是会影响 我们的心情 变得不快乐的源头 也缠于此 明白了这些后 继续面对的过程中 便可以以一种 更加通透的态度 面对生活中 所有的不如意 且要牢牢记住 不如意发生的时候 是生活要对自己 进行考验的时候 若是经不住考验 只能接受 被生活给予的难题 打败的结果 可以扛得住的人 才会从考验中 领略到智慧 面对考验时候 只有靠自己 才能够突破重重难关 这个过程 虽然会很艰难 但是 可以咬紧牙关 熬过去的人 会得到 精力后的 另一重田地 人生的路 总需要自己 亲自去走 任何人都 没办法替代 别人是加油者 却无法成为亲历者 人活着 无论遇到什么 都要清晰明白 认知一件事情 那便是 自己才是生活中 最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 不开心的时候 转念想一下事情 还有没有 另外一种角度 难过的时候 提醒自己 乐观地对待 一个人 面对了所有的苦 才会有资格 得到 所有的甜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 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 点点订阅 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